初吻是被一個客人搶奪走 我手伸過來 麥克風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你這樣整個還裸過來 裸過來 就摸下去 從我嘴線下去 旁邊的那種帶小姐的媽媽桑 她在裡面出來 就看到你一個小女孩在那邊哭 你在哭什麼 說沒有 剛剛那個客人 就講一遍你知道嗎 她說跟我講 哪裡 哪一個 我就指給她看 她說好 你等一下 過了十分鐘回來 她就住在那邊說 小五姐 小心 請問你開始唱歌的時候 已經有Pub了嗎 那你當成什麼 對啊 小五姐我們都知道 小五姐已經不需要問說 她唱了多久 那小五姐現在 還是繼續唱下去吧對不對 唱歌是我的宗教 Pub是我的教堂 我想我也是裡面的信徒 小五姐在表演的時候 都是颱風沉穩 她不會擠 她上來都是照自己的節奏 那可是為什麼你曾經唱過小洋裝 在台上唱歌 很大的突破 好 那是第一次嘛 我們現在這樣講 第一次嘛 對不對 那第一次總是比較 對不對 比較 比較 比較配合一點 不是配合 就是比較 比較 比較不懂 比較不懂嘛 對不對 那時候是 第一次當然是不懂 對啊 對啊 喂 隨便被我玩了 OK 所以要找有經驗的啊 是 這個 現在要說什麼 沒有 為什麼要穿什麼樣子 因為呢 我姊姊她也是琴師嘛 然後她認識很多歌手 她說我在高雄 然後 就是琴師 然後 歌手找不到帶班的歌手 突然間說要上台 然後平常我只有牛仔褲T恤這樣子 那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我大嫂 那時候跟我大嫂借一件洋裝 因為我大嫂168公分 那我也才160而已 所以她的洋裝被我一穿 就變成了玩禮服 長裙 對 長裙 厲害 對 然後那時候 頭髮也差不多這麼短 對 然後 不太會化妝 然後因為她有點 就是 露肩 露肩 這樣子 所以連這個手啊 什麼都要上妝這樣子 因為第一次嘛 然後想說 要去 其實那個 現在對我來說 那只是三流的而已 三流的酒店 酒店啊 對 是酒店 但是那是我第一次上海經驗嘛 就是去帶班 然後就 一開始就賺錢了 是 那你們覺得在POP裡面唱歌 最讓你們覺得 滿爐啊 或者比較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個人他可能 他只依照我的喜好去點歌 他沒有考慮到這個歌手 他適合什麼 對 示範 有人點我唱 雙結婚 對 對 我們就這樣講 這以上就是錯誤的失敗 所以你們就 下手之前 就好好思考一下 我就先提醒他們 其實氣氛還是比較重要 對 季亞比較狠 季亞唱出來 雙結婚 這條歌 太拔了 不唱 直接讓你 對啊 我以前會說 這個太拔真的 那沒有遇到那個 客人生氣的嗎 不會 會有這種態度 其實一般 其實我覺得 目前這幾年來說 其實 怕聽歌的人 大概都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們不會說 故意 我一定要讓你唱 對不會 真的 歌迷其實現在都很好 其實有那些是喜姐看 就是你會唱他會好高興 對對對 那你不會唱 他有講 像剛剛李杜講 他的開場版是這樣 還算是滿婉轉的 我開場版直接說 你可以點歌 但是我可以選歌 抱你的八卦 快快 八卦一號 開始 我八卦 你的初吻是被一個客人搶奪走 你好慘 我覺得好可憐 對方有沒有吃冰 沒有 那還好 可是那個事情不是發生在POP 是在哪 我在POP之前 有唱一些那個 那個什麼Club 英文說跟小虎一樣 我們在Club唱 那Club Club的客人 那 就好像就是一個 一個Lobby一樣 開放式的 我們在那邊唱歌 這個客人都從底下 其實還長得人模人樣 三十幾歲而已 還高高的 他就走上來 有點搖晃亮 就手伸過來 我還以為他要拿麥克風 然後我就把麥克風遞給他 結果他是繞過我的手 就整個這樣把我的肩膀 這樣摟過 整個摟過來 我們來示範一下 請問 用這個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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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拿麥克風給你去 好 你這樣唱對不對 這裡 然後我手伸過來 我手伸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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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看這樣對不對 是不是 因為張姐姐還摟過嗎 摟過來 就摸下去 衝我嘴線下去 然後 你們伸誰的 不是 那時候我才十幾歲 對 十八、十九歲 所以我就很恐慌 然後整個把他推開 可是我很尷尬 因為台下都有人尷尬 然後樂手也慌了 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把他推開這樣 然後後來裡面的人 才把他帶下去 可是我那時候覺得好委屈 因為我只是來唱歌而已 你的初吻被奪走 對啊 對啊 好可憐 我台上沒哭 然後我下台就這樣 我坐在那椅子上 沙發上 我就開始眼淚狂飆 我一直飆 我就覺得我好可憐 因為其實我當時出來唱歌 並不是我願意 就是說 我其實是為了家庭出來唱歌 那時候我就覺得心裡 很受挫 很委屈 就覺得 我怎麼會遇到這樣子的人 這樣的生活 我就開始狂哭狂哭 然後你知道那種裡面的 那種帶小姐的媽媽桑 沒有 他住裡面出來 就看到你一個小女孩在那邊哭 你在哭什麼 說沒有 剛剛那個課 因為他就講一遍 你知道嗎 他說跟我講 哪裡 哪一個 我就指給他看 他說好 你等一下 好酷 過了十分鐘回來 他就住在那邊說 我幫你擺平了 我幫你報仇了 我說你怎麼報仇 怎麼樣 我知道他把他引到你放蟹藥 你吃到那邊 你從不知道 我想做的不只是朋友 還想有那麼一點點自私的占有 哦 你身邊的女人 總是美麗 你追逐的爱情总是游戏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对应延缓的朋友 你从不吝啬 追逐我分享你的快乐 你开心的时候 总是挥霍 你失忆的片刻 总是沉默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可以靠青涂的朋友 你从不忘记提醒我笨蛋 你的寂寞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温柔的交纵 你从不知道 我想做你不只是朋友 还想有那么一点点姿势的占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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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天一 记了又记了 最精彩那段拍谁电视上看不到 前面只是让我们大家 来 琵琶姐 闻香一下而已 这种最厉害 把你这厉害 对 弄起来 好啦 就这样喔 雷昂 因为会节目是 谈话性节目嘛 其实我们也可以歌唱性节目 对 因为你打我们感 对 人叫国光好爱唱 国光是什么 那我看我唱不下去了 我光看三位表演就好了 不用啦 我们搞笑就好了 我们只能串场而已 三个 对 你们三位要当舞群吗 他跳舞棍 他跳舞